又到了达人秀的季节了 在赵薇确认担任第五季中国达人秀首位观察员之后呢 和他搭档的第二位梦想观察员到底是谁 就成了大家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之一 总想找一个登队匹配的男演员之类的吧 是啊 必须是当红的 很多人都在猜黄小明 黄博 苏友鹏 刘烨等等等等 都红 对 观众朋友几乎把所有的男演员都猜了个遍 那么这位神秘的男观察员到底是谁呢 别着急 10月23日 10月23日一早不少娱乐媒体争相报道了 自己搜索到的所谓内部消息 您来看看 一个是好称微博画廊的段子姐猩猩影帝刘烨 他说刘烨你其实挺有幽默感 你怎么不拍戏 有时候我上大学我就是演戏 我谁知道了 咱们一毕业之后演的就是说那个 别人都就是演的一些比较那个温柔的 刘烨 感觉比较搞笑的嘛 像刘烨的微博啊我们平时也有关注嘛 刘烨和赵薇好像年龄层次什么都比较接近 他们可能会更加相处起来会更加和谐 一个是挤一阶地气撒娇卖萌样样样不辣的举行周日发 到底在网络上被疯传的这两位水回搭档赵薇出人中国达人秀的梦想观察员呢 那首先肯定是影帝级的这样子的评委 影帝级那周日发可是当人不让 出道之间凭借英雄粉色龙虎风云等多部优秀影片 发哥获得影帝头衔无数是影谈当之无愧的影帝 虽然在周日发面前演员刘烨还只是一个稚嫩的后辈 但2001年年级23岁的他就凭借一部挫有争议的电影蓝宇 成为了第38届台湾金马奖影帝 光是凭借影帝这一点还真是难猜哦 另外一个呢肯定是与他合作过的 我跟赵导也沟通过用 跟赵导沟通过这个音乐 赵导很开心 他说我跟他在一起 一定会现场有非常多的火花出来 说到跟赵导要好 那刘烨必须排在第一位 这两人早在当年考中线的时候就彼此认识了 十多年的交情可不是盖的 再加上刘烨本身也是个